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中国8万吨巨舰装60颗原子弹海上航行,能养活上海一个月吗? 很多人都喜欢问中日韩谁的造船实力更强,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 之所以这么纠结,说到底还是因为造船业是技术含量非常之高的行业产业,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,而在造船业这个皇冠上,LNG运输船是当时无愧明珠,到现在,全球也只有中、美、日韩及欧洲的少数国家,总共13家船厂能造出来,和能造航母的国家一样少。 天然气在零下163度的环境下,会浓缩成液化天然气,简称LNG。 LNG船就是专门装载液化天然气的高科技船舶,在我国上海黄浦江畔的湖东中华造船厂,每年建造的船舶,总计220万吨。 更为重要的是,它恰恰是全球13家,能够建造LNG船的船厂之一。 上世纪90年代,西方国家为了降低制造成本,开始将一些成熟技术向外转移,这使得我国从法国大西洋船厂购买到了LNG船的制造专利。 虽然法国人嘴上说卖的是制造专利,但LNG船内部的核心零部件,法国人坚决不卖我国,而当时我国还没能突破LNG船核心技术,导致我国在LNG领域一直落后西方。 10年前,互东中华放弃了低端散货船的生产,虽然赚钱,但技术含量不高。 随后,互东中华投入巨额资金研制LNG船,建造LNG船对我国来说,不仅仅是为了高端制造,而是关乎我国国际民生的大事。 之后,互东中华研制出了我国的LNG船,但与外国最先进的技术还有不小的差距。 2012年全球100艘LNG船市场里面,韩国人就得到了90艘的订单,而我国只卖出了4艘。 当时,韩国人说了一句让中国工程师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,韩国人当着我国人员的面说,你们中国人知道LNG是啥吗? 这句话让我国人员非常尴尬,也非常气愤,因为到2030年,我国会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。 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拥有更多更先进的LNG船,要确保我国能源安全,不再靠租用外国的LNG船。 我国一定要掌握先进LNG船的能力。 2016年4月15日,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全世界最大LNG船泛亚,好在互东中华下水,长290米,宽43.95米,深26.25米,排水量8.25万吨,总舱天然气容量达17.4万立方米。 装载的液化天然气,达到1.07亿立方米,能把116个水立方灌得满满的,可供上海市,用上一个月,刷新了我国乃至世界LNG船的记录。 我们中国人创造的记录,我国LNG船从一开始就瞄准关电核心技术,在完成焊接后,每一条焊缝都经过了九道工序的严格测试。 针尖大小的气孔,都可能导致天然气泄漏发生爆炸,船上天然气爆炸产生的,威力相当于60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。 2017年,我国拿下了日本四艘LNG船的大单,价值超过50亿人民币。 目前,我国已经建成的13艘LNG船,代表了我国民用船只的最高技术水准,技术水平完全超过日韩。 我国的LNG不光大大提高了我国的造船技术和影响力,还对全球LNG船的建造树立了标杆。 正是由于不断的创新超越,我国才有了今天强大的造船业,在全世界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。 我国用了20年的时间,摘下了世界造船业那颗最亮的明珠。 这艘巨船也见证了我国追赶世界的速度和实力。 感谢观看